人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小姐 小姐 他有意思嗎 現在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是 好 員警怎麼呼喊都沒有反應 救護人員火速趕到現場 接手救治 但他的傷勢相當嚴重 因為就在稍早 被一輛準備左轉的小貨車撞上 當下發出巨大聲響 駕駛馬上停車 才發現完了 附近店家也衝出來查看 來沒有開大燈 大燈折 所以要不得這個大燈沒有打開 我有開大燈 方向燈都有開 平平指控是對方的錯 沒開大燈害他沒看見 這時候我只聽到 砰 很大聲一聲 然後我看他已經中了 就是一個轉彎一個直走 然後就一直撞去 我印象裡面有幾次 類似事故在花蓮市府前路 與明光路口 似乎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因為這裡是吳浩志路口 7號晚上6點多 68歲旅姓小貨車駕駛 準備左轉回家 才剛轉彎不久 就跟直行機車發生碰撞 機車駕駛傷勢嚴重 後因爐內出血 目前手術後 尚在醫院觀察治療中 機車車頭全毀 車口碎裂 私人物品散落以地 當時騎士是要去 門諾醫院送晚餐 家人在醫院遲遲等不到 事後才接到電話 人已經在急診室 貼心幫家人送吃的 結果卻在半路發生意外 一家人接連住院 TVBS新聞高中 也順番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